洞房花竹叶 男人把女人拖上床 却遭到他的拼命反抗 为了展示他男性的威严 对着女人一顿毒打 住在隔壁房间的二弟 听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这个老婆本该属于他 半个月前 来住来兄弟俩家里喝酒 知道他们哥俩穷得叮当 想娶不起媳妇 便告诉他们说 四川那边的彩礼钱便宜 一万二就能娶两个媳妇 老大一听心动了 自己不娶可以 但弟弟不能也担着 便想方设法凑钱 老大身形彪悍是个粗蛮的屠夫 他不想着凭手艺赚钱 反而总想着在赌桌上翻身 可每次手气都不好 不仅没翻身还欠了一股债 人家经常跑到家门口来要债 老二倒是个踏实肯干的 西德一手吹索娜的好手艺 凭借这门手艺存了一些钱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东凑西凑终于凑出来六千八 第二天来住带着老大去四川 准备给老二娶了媳妇回来 早日生下孩子延续他们老王家的乡户 美玲的父亲为了给儿子娶妻 便不管女儿的幸福 拿着钱二话不说把女儿嫁了出去 美玲知道父母将自己生下来 就是为了这一天 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第二天父亲带着他一起来到了老大的家里 看着东倒西歪的几间破瓦房 美玲父亲才知道老大也是个穷人 可彩礼钱已经收了只能把女儿留在这 晚上老二很晚才回来 老大让他赶紧去见岳父和新媳妇 没想到老二突然变卦了 原来他之所以出这笔钱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哥哥 这个媳妇其实是替哥哥娶的 老大本想拒绝可钱都花了 弟弟又不愿意 他只能自己上了 饭桌上他不停给岳父敬酒赔罪 美玲父亲也不在意 反正都是兄弟俩嫁谁都一样 次日美玲父亲就要回去了 美玲不想嫁给又老又丑的老大 哭着求父亲带自己回去 却遭到了父亲无情的拒绝 他蹲在地上待了一天不吃也不喝 等老大回来 他跪在地上求他把自己送回家 可美玲是他们兄妹俩花光家底娶回来的 怎么可能让他回去 于是老大打算直接霸王硬上弓 等他成为自己女人了 他就不想着回家了 可没想到美玲这么绝 老大折腾了一晚上硬食没得手 第二天老大心气不顺去外面找点乐子 有个人突然跑过来说他媳妇喝农药 吓得老大赶紧回家 急忙把他送去医院急救 好在送去的急时 美玲捡回一条命 但老大担心美玲还会想不开 于是让他写信给家里 让他们把钱寄回来 美玲就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美玲把写好的信给邮差 邮差又给了他一封从四川寄过来的信 美玲才知道父母已经把那笔钱给弟弟娶媳妇了 他哭着追上邮差说自己不寄信了 回去后美玲把信撕成了碎片 塞进了灶台里花为了灰烬 他彻底认命了 等老大回到家后 发现美玲已经给他做好了一桌饭菜 还提出了办一场婚礼的要求 老大自然答应很快就安排上了 满脸笑容地给宾客们敬酒 而美玲则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外面的热闹仿佛与他无关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但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美玲嫁过来两个月了 肚子迟迟没动静 美玲的噩梦也从此开始 女孩因为家里穷 被父亲用六千八嫁给了屠夫 而在她嫁过来的第一天 她就遭到屠夫的殴打和暴力 次日甚至想不开喝农药自尽 好在抢救及时捡了一条命回来 她也因此妥协了 和屠夫安心过日子 只是履行了夫妻一无后 怎么想都觉得自己脏了 一瓢一瓢冷水往自己身上倒 慢慢说服自己接受命运 如果女人肚子没动静 就会有人开始说闲话 村里人调侃老大 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但老大怎么可能承认 他把全部的责任 都推到了美玲身上 殴打美玲成了他家常便饭 从那以后 每当他从外面听了闲言碎语 便会将怒气发泄在美玲身上 隔壁的老二隔几天 就能听见美玲的惨叫声 不过他没敢去阻止大哥 只是默默将此事 说给了他的好哥们来住听 来住之道后过来劝老大 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让他带着美玲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老大怕丢人 于是就让老二带美玲去 结果可想而知美玲没有问题 他把诊断书拿给老大看 老大死不承认是自己不行 诊断书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死了 当晚他再一次 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在了美玲身上 老二又听到美玲的惨叫声 听得实在闹心的他 直接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 过了几天老二准备去上山打猎 美玲在家里闲得无聊 便说自己也一起去 老二看了看他没有拒绝 只是说他的鞋不行 于是美玲换了鞋跟着老二上山 遇到一个山剑的时候 老二想伸手拉一把美玲 但美玲此时正在发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穷山村的全貌 连他伸过来的手也没有注意 老二只是尴尬地收了回去 俩人一路无话 走了好久老二才看到野兔 他举起枪打中了一只 正提着要回家 却发现美玲伸手哈着气小脸动的通红 于是他脱下自己的外套 把他披在了美玲身上 美玲感受到他的善意 不由的心想如果嫁给的是他 自己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不过一切都是奢望 他只能蹲在房间默默哭泣 而老大因为美玲迟迟怀不上孩子 推开了赌方的大门 准备在赌桌上做一回真正的男人 可他的手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差 于是他又找到老板借了五千 想要逆风翻盘 结果可想而知老大不但没翻盘 反而欠下巨额债务 为了还债也为了躲避老板上门讨债 他找了一份矿场看门的火 临走之前告诉老二他不回来过年了 让他多照顾着美玲 明天带他上镇上买点年货 次日老二骑着单车带美玲去逛街 美玲看到漂亮衣服忍不住试穿了起来 老二说他喜欢哪件就买那件 但他的目光也看向了一旁的男装 想了想自己的钱包还是没买 等东西买得差不多了就带着美玲回去 转眼到了除夕 美玲煮了一桌好菜 又拿上一瓶二锅头 老二本不会喝酒 也在美玲的带领下喝了不少 等夜色健身时俩人都有些醉了 于是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买来的妻子怀不上孕 每天都被丈夫打得浑身是伤 无奈之下 妻子找上了小叔子 请求他帮帮忙 让他怀上他们王家的众 趁着丈夫外出打工的时候 他们在酒精的作用下 跨越了伦理的界限 没过多久丈夫回来了 他本想抱着妻子亲热一番 却被告知他已有身孕 丈夫高兴极了 立马对着父母的一向连连磕头 第二天又急着要出门赚钱 说要给自己的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老二送老大出门的时候 犹豫了好久要不要告诉哥哥事情 但还是没能说出口 老二回到家后 美玲来到了他的房间 祈求老二带着他一起离开这里 但此刻的老二开始念及兄弟情 拒绝了美玲 说她是他的嫂子 永远都是 为了避嫌他决定离开这里 说自己要去城里血谷 让他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美玲知道他这次走了 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他祈求老二抱他一下 于是老二上前轻轻抱了一下美玲 为这段畸形的关系画上句号 好巧不巧这一幕被村里的孩子看见了 但他想跟着老二学乐器 于是帮着隐瞒没有说出来 他的妈妈却看出了不对劲 开始在村里造谣说老二和美玲不清白 而老大在矿上上宫之后 多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自己和弟弟的事 于是他找到兄弟来住青土新事 因为本来美玲就是给老二娶的媳妇 只不过一开始老二不愿意让给了他 他心里也一直对老二有愧疚 这天晚上工友跟他说隔壁矿场出了事 死了三个人 每个人都赔了十万块钱 这让老大动了心思决定给弟弟留一笔钱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 特意没系上那条代表平安的红裤带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出来 老二听到了老大的死讯去找矿长理论 结果矿长反将一军 说老大是拿着炸药下矿人为造成的事故 矿上没追究老大的责任已经算好了 接着矿长又把责任推卸到老二身上 说老大就是因为他睡了他媳妇 才想不开故意寻死死的 这下老二彻底哑口无言 恼羞成怒的他一拳打在了矿长脸上 然而祸不担心 之前借给老大的老板找上了矿长 他听说了老大死了的消息 于是想去找老二要钱 但矿长做了亏心事 拦着他叫他不要去 老板可不听 带着人闯进了老大家 当着美玲的面把东西砸了个稀碎 问他老二去哪了让他出来还钱 美玲没有说话 老板又要砸电视机 这时老二冲了进来 跟对方扭打了起来 眼见老二落了下风 美玲也过去帮忙 却被老板一脚踢中了肚子 美玲腾的冷汗直流 不一会儿他伸手一摸全是血 老二见此情景奋力睁开束缚 拿起了远处的刀刺向老板 很快老板就没了动静 没过多久警察来了 把老二带走了 审讯是李老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警察还是查出了真相 原来真正拿起那把刀的人是美玲 失去孩子的他只想为他报仇 他不想让老二替自己顶罪 于是主动自首了 由于防卫过当他被判了六年 等他出来后一切都物是人非 他回到了老大老二的家 但那里早已荒废 村里人告诉他 自从出事以后老二就没回来过 美玲拿出了一封信 如果老二回来的话 让村民帮忙转交给他 之后美玲准备离开这里 拦下了一辆面包车在自己一程 却发现司机长着老二的模样 他面色平静地上了车 中途在便利店下车以后 发现收银员也是老二的样子 原来美玲心里已经忘不掉老二了 所以才会把自己所有遇到的人 都幻想成老二的模样 可惜一切终究是他的妄想 影片根据真实势力改编 演绎出错综复杂的情感里 人性的荒诞 道德在贫穷面前的苍白无力 以至于很多底层女性 成了苦难的牺牲品 风过无痕 残乡低落 一如美玲的悲惨命运 前半生受尽是苦难和折磨 后半生也将继续带着过往的阴影 无法得到新生